歡迎收看非凡下午4點鐘新聞 我是呂若杰 就在昨天晚上越南爆發了排華暴動 很多台商趕著逃命回台灣 而現在為了要接更多的台灣人來回台 現在華航已經在今天的下午2點20分 增派了放大的機型前往越南 也預計在今天的下午4點45分 就可以抵達胡志明市 而現在這個機位也將從原本的375個座位 增加到了474個座位 多出將近100個座位 好因應能可能的反台人潮 而現在已經有很多的家屬 正在機場交集的等待 最新的情形我們先連線給記者王舒婷 舒婷請說 好 中國跟越南之間的南海爭議 也導致越南現在爆發了 史上最嚴重的排華暴動 而其中最嚴重的地區 就是平洋省工業區 裡頭的台資工廠全數遭到闖入 而目前產線被迫全面停工 台商也先全面撤離來求自保 而到底何時能夠復工 目前還是遙遙無期 初估有上千家的台商工廠遭到波及 而且財務損失無法估算 好 越南的反中情緒高漲 使得同樣是華人面孔的台商 現在也受到牽連 很多台商現在只能夠先躲在飯店來求自保 而包括了越南台商總會 在今天就召開了記者會 要外交部趕快來解決問題 並且打算向越南政府索賠 而外交部今天上午也召開了記者會 來譴責暴力行為 並且要求越南政府要出動軍警 來保障台商的人身安全 而目前戰不撤僑 而這次越南的排華暴動又以傳產業的損失最嚴重 而最新消息包括現在統一在越南的工廠也已經宣布停工 而其中像是台塑集團位在越南同耐的工廠 就在昨天晚上深夜11點鐘左右遭到了300多名報名闖入 來掠奪財務 甚至還有一位值班的廠區主管就遭到打傷是縫了12針 而就在今天台化出面來開記者會 也痛斥說昨天晚上彷彿就是無政府的狀態 總經理洪福元他也說他一整個晚上都沒有睡 就是要忙著安置越南的200位台籍幹部 而目前所有的產線是暫時停擺 損失金額無法估計 而且就連辦公室都遭到了喜劫一空 而至於電子業的部分也有不少的台商是進駐越南 不過好險電子業大多都位在北越 離這一次暴動的中心是比較遙遠的 像是包括了電子代工一哥紅海 其實他們在北越也就有廠房負責組裝生產蘋果的產品 還有設計其他手機零件 目前他們表示說還不受到影響 不過像是廠房位在平洋的家電廠大同 則被越南暴動的民眾闖入 辦公設備都被破壞 而索性人員均安目前還沒有重大的財務損失 而中越之間的矛盾可以說是 積怨已久一次爆發 像是中國在5月初在南海的中義海域 就架設專油平台來探勘石油 這個舉動是引發了越南的不滿 有的越南民眾就指責要中國把石油給還回來 甚至在上個禮拜雙方的船隻還以水炮互相攻擊 一連串衝突也終於讓不滿的越南民眾情緒爆發 而現在還有耳語說 這一次的暴動其實是越南的官方默許 要讓民眾發洩三田 好繼續帶您回到國內的政治焦點 民進黨台北市長的黨內初選最新的結果出爐 由立委姚文智勝出 接下來將在一個月之內跟台大醫生柯文哲等等的在野人士 來進行第二階段的整合民調 而最後的贏家將代表在野陣營來參選台北市長 而接下來看到是立法院經濟委員會 也在今天上午來審查了自由經濟示範區條例草案 而這個會議一開 民進黨的立委就輪番上台發言 輪值招委 股民黨的立委黃昭順也因此就限制發言次數 引發了民進黨的立委不滿 雙方現在是爆發口角衝突 使得這個草案也無法進入實質審查 黃昭順呼籲民進黨不要假審查 爭杯葛 而目前雙方是吵成一團 自禁區的法案還是沒有任何的進展 很多的台商就是看中了越南或者是中國等地的便宜人力 因此才到當地設廠 不過現在越南暴動 而中國的工資每一年都大幅的調漲 很多台商也正在思考是不是有可能返台 把工廠給移回臺灣 而昨天的法說會上代工廠廣達副董事長梁自鎮 他就預測大陸的勞工成本最快在一年就要追上臺灣 也讓廣達積極評估回臺灣生產的計畫 不過到底要怎麼樣來找到足夠的人力 還有土地也將會是最大難題 接下來鏡頭轉到中國 在中國大陸土豪百派頭的狀況是屢見不鮮 日前在山東有一名男子他到汽車銷售中心來買車 結果呢居然搬來了5萬枚的一元硬幣付款 讓店員是全部看傻了眼 而店員全體出動 足足是數了一個早上才數完 而無獨有偶在山西 也有男子帶著30萬枚的一毛硬幣買車 這些奇怪的行徑讓人傻眼 好 接下來看到的是印度 印度的大選堪稱是全球最大規模的選舉 一共有8億多的選民來參與投票 而當然選物運作也蘊藏著不少的商機 我們要帶你來看的是印度大選造就出一個產業奇蹟 在印度獨家的不褪色藥水 塗在指甲上頭可以保留7到15天 選民的手指塗上了這種不褪色的藥水 就可以來杜絕重複投票 而像這種墨水不但在印度使用了多年 還出口全球25個國家 歡迎回到新聞現場 繼續帶您看到的是美股的兩大指數 包括了道瓊還有S&P500指數收盤 是創下了歷史新高 當然也激勵了台股的開盤表現 但是受到了越南排華暴動的衝擊 今天紡織股王如虹是一度跌停 很多的越南概念股股價也紛紛的下挫 一直等到盤中台塑說明了 相關的損失狀況之後 才化解部分投資人的疑慮 而加權指數才漸漸回穩 今天中場是上漲57點 收在8875點 而成交量來到了862億元 而至於三大法人的買賣超 現在也已經出爐了 投信是小幅的賣超 不過在今天外資是持續的加碼台股 外資買超77.19億元 自營商也買超了5.92億元 而三大法人總計買超台股 82.26億元 而其實這個越南從上個禮拜六開始 就已經陸續出現了排華示威 而且更登上了國際媒體的版面 包括了華爾街日報 華盛頓郵報等等 都表示中國要為挑起 南海爭議的激進行徑 來付出極大代價 好 為您插播最新消息 越南的排華行動 是持續的進行當中 而外交部剛剛也發布了 從現在開始 將越南的平洋省 還有同奈省旅遊警示燈號 現在要調升為橙色 而這個橙色也就是建議國人 如果不是必要的話 最好避免前往上述地區來旅遊 這是剛剛收到的最新消息 而回到國內要帶您來看到 另外一個話題 就是中華民國的總統 竟然要向美國繳稅嗎 現在周刊就爆料說 美國跟各國簽訂了肥卡條款之後 也規定說有美國居留權 或者是美國公民身份的人 都要向美國繳稅 而這其中居然是包括了 總統馬英九跟他的家人 而周刊還向美國的國稅局求證 馬總統的綠卡 並沒有向他對外宣稱的已經失效 還有總統以每年六百多萬的收入來看的話 每一年至少就要繳五十萬台幣的稅金給美國 不過針對了這個爆料 總統府第一時間也立刻澄清說 馬總統的綠卡早就失效 根本不必繳稅給美國 這件事情到底是怎麼回事 我們帶你一起關心 目前政府的打房行動還是持續的當中 財政部長張聖和最新在台委會上表示 同屋稅當中非自住房屋的定義草案已經出爐 而目前如果是自住的房子的話 總戶數的上限將定在三戶 僅限配偶跟直系親屬 而如果超過第四戶就得用較高的非自住屋的稅率 而目前三大公股行庫也都將來調降房貸乘數 還有提高房貸利率來減低房貸的增加速度 而帶你放鬆一下了 如果要享受生活的話 您可以學她這樣做 有一個女屋主她在頂樓打造了一個小小的秘密花園 不但種滿了十多種的香草植物 包括像是迷迭 馬鞭草 香茅 而且屋主懂得生活 平常除了修剪花草之外 更將這些新鮮摘下來的香草植物 拿去泡花茶 走到她的屋頂彷彿是自身國外鄉村 您有沒有想過一個用紙做的袋子 也能賣到上千元 現在有一個七年級生 她就自己當老闆 她開工作室設計商品 不過她的材質很特別 因為她通通都是用特殊材質的紙來當作原料 做出不但防水還有富有巧思的文章商品 她才創業不到兩年就充出了三百萬的年銷售額 而且現在這些用紙做的袋子 還在國外闖輸了知名度 就連英國的知名品牌PoSmith 還有法國的龐碧度博物館 現在都找上門來合作 備受大小朋友喜愛的迪士尼音樂劇 在今年首度融入了魔術的表演元素 而製作團隊找來了國際知名的魔術大師 像是把灰姑娘快速變裝 還有阿拉丁魔坦漂浮 這些經典的卡通片段 通通都用魔術的形式在舞台上來重現 而且還結合了米奇跟米妮等等 卡通明星的歌舞秀 帶給觀眾視覺跟聽覺的雙重饗宴 而超可愛的雙胞胎左左右右 現在又有新作品了 他們上個禮拜才登上脫口秀表演 網路影片訂閱率 已經是突破了200萬人次 還被主持人要求加碼再錄一集 而這一對6歲的小姐妹 還當起了中文小老師 要主持人艾倫稱讚她們非常可愛 好 繼續看到的是飯店業 一向都是以客為尊 不過就有旅遊網站 訪問了全球400名國際飯店的員工 也整理出一些奧客奇怪的投訴 像是包括床單太白 還有海水太藍 甚至冰淇淋太冰女友打憨 甚至就連服務生太帥氣等等的理由 都通通入榜 而另外還有奧客會要求飯店 每天要送15條小黃瓜 或者是要把礦泉水倒滿廁所 等等奇怪的行為 讓飯店業者哭笑不得 也只能夠盡量滿足客人 好 繼續看到的是 現在地球暖化是日益嚴重了 也引發了各界擔憂 民國的航太總署NASA 最新公布的報告就指出 南極州的西部冰山已經開始溶解 而且如果持續下去 骨牌式的災難效應將會無法避免 而科學家更表示說 目前人類沒有辦法阻止 南極州的冰川來溶化 即使減少碳的排放量 也只能夠減緩溶化速度 帶你來看看驚險畫面 就在夏威夷發生了意外 有潛水員在海底爆發了衝突 其中一個人就在15公尺深的海底 將另外一個人的氧氣設備 給當場扯了下來 還有鏡頭移到土耳其 就在土耳其的西部有一座煤礦廠 一次是電線走火引發了爆炸 目前知道至少有201名的礦工罹難 還有75個人受傷 以及甚至有兩三百人 現在正身陷地底下等待救援 以上之前的非凡新聞 我是若潔 感謝您的收看 而更多的財力訊息 請您持續鎖定5點鐘非凡新聞